阿弥陀佛 好 各位有缘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末道老来 方修道 我们正在给大家讲净土缘起门 今天讲到第五缘起 为什么要说净土 叫做随送众生 才讲净土法门 在法华经里面有一个特别出名的火宅玉 把佛陀呢 玉为大富长者 把他的好多亲生儿子呢 玉为这个火宅内的 这个正在玩耍 而不知三界火宅就像快要塌了的房子一样很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大富长者才给活宅内的小儿子们 中儿子们 大儿子们的讲 说赶紧往处跑 我外面有给小儿子说 他给你准备了个小羊的车 中不溜的呢 说准备了个路车 大一点的说准备了个牛车 在这样的方便劝诱下了 这些小孩才舍弃了将要坍塌的这个火宅 全部出来 到了安全的地段 这就是佛的良苦用心 由这件公案来讲 你看世尊就是完全随顺着这些小孩的一号要习气 而设了这么一个局 当然也不是骗他们 为什么 等他们全部出到大宅子之外以后 才发现没有什么羊呀路呀牛车 而是一个更加庄严究竟的大白牛车 那么佛讲净土法门呢 义父如是 比如说我们他说给小孩儿儿童让他快乐的话 要给他点心 要给他水果 要让女孩儿女众快乐的话 你要给他买好衣服 买首饰买钻石 项链 那么一切众生最所看重的就是经营财宝 所以在弥陀经历才讲到说 彼佛国土有其保持八功得随 尚有楼阁 业意什么经营流利玻璃赤区 玛瑙而言是之 所有这样的种种的描绘 大家有两点 一者 它是为了随顺我们此间众生 贪着宝贝的习气而言 但是你也不可以看作说极乐世界 完全仔细乌有无有此种倾向 它确确实实也是如此 为什么这么说呢 说的七宝净土是为了让众生看到这个境界 确实如此 他的脑海中还没有往生先就给他合二为一 真正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行者 我们将来往生以后你就知道 弥陀经讲的这些还太粗糙 根本不是这样的漏炼 整个极乐世界的细妙镜像不可为遇 你看我们在观五亮寿节里面看到西方三圣光这个底座 连夜 连夜上面的这个脉络都有八万四千脉 优如天化 一一怎么怎么样放光线锐 完全是殊胜不可思议 非我们凡复的心力所及 所以简短说一下什么黄金为帝七宝为耻 为什么 就是为了随送众生 就像达官贵人为了去雇一个小 这个劳苦工 那么把这个在田地间没见过世面的呢 这些人给他大概说一下说 在我的府地里面 在王宫里面有多么的精致庄严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没去过他还是想不来 只是随顺他说的这个比他所现见的好 那他就顺着这个 跟着他到这个府地里面去做工 倾建王宫贵族每天所生活的场所 就像我们往生极乐世纪 但是为什么这里说叫顺众生呢 因为真正的极乐世纪啊 不是我们凡夫的情量所能够得着的 就像给一个看不见 世界的人 说有种种庄严妙色 他毫无感觉 但是心里会升起 向往往之心 这就是我们讲净土的第五大缘起 随送众生 故说此言 好 请大家端身 合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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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身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随喜大家 下次再见 阿弥陀佛